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羊羊 今天的話為大家開設的是 DX的克洛克達爾 這一隻的話是 金正七 給大家看一下 金正七 然後這個 你後面的話這個是 外箱 衣袋跟台紙 好 給大家來看一下 來 放後面 台紙的部分 看一下 然後風法的話是這樣子 它有些風法的話 它就算原廠出來 也有可能會是斜斜的 它不會說 一定會非常的筆直 所以的話你不要有些人說 有時候看到很筆 很歪啊 或是怎樣 或是 它連這種的啊 久的 像那種 之前我最一開始拍攝的 假如有像那種 滾壓式風的話 像這個 滾壓式風的話這種的 它這樣子 很容易就開 它久了其實容易開掉 它會覺得整個會撥開 所以的話 撥開的話有些的話 因為正常你在 你在拆公仔的話 不會這樣子硬斑 硬斑的話 那個應該是破 新的話破掉的機率應該是蠻高的 所以的話 那個自然的剝落的話 那其實有些 不一定是人家拆過或拆白 通常的話你在拆公仔 應該都是把它剪掉居多 就直接從上面這個洞 那很貼近很線 從那邊剪掉 通常的話是這樣子 通常會是這樣 所以的話 你假如看到從它的剝落的話 那是公仔放久了 有可能 會從那個 它會從它 那個封開的地方 整個分開 也是有這可能 這一隻的鋼硬的話 有 找到了 會在這邊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這個反光應該可以 看得到 在這邊 它的 它的那個 鋼硬的部分 好 那這一個 這一今天的話 我們所開 就是開箱這一隻 DX的話 王夏七五海金正 七的部分 好 那對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後面會有更多 不同的公仔的拆檢影片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掰掰